今天是第六讲 就是上帝与人的问题 我们会结合就是卡拉玛总兄弟 这一部托斯特夫斯基最后的长篇 甚至是可以被视作是他的遗嘱 而写的长篇 来探讨他有关上帝和人的思想 托斯特夫斯基不止一次的就谈讨 对他来说最大的问题是上帝的问题 他说我一个自觉不自觉 为之痛苦了整整一生的问题 就是上帝的存在 在他的作品之中 比如说《群魔》中的那位基里洛夫 也说了类似的事情 他说我不知道别人情况 但是我感到我不能像其他人那样 想想这件事又想想那件事 我一辈子只想一件事 上帝折磨了我一辈子 我们在电影里看像左西马长老 他也跟一帆指出 有关上帝是否真的存在或者不存在 是否真的有不朽的问题 其实在他的心里也仍然没有最后的解决 提出的问题 它是寻求一种超越的 无限的或者永恒的东西 这个问题可能在中世纪不成为大问题 但是在近代 进入近代 现代以后 这成为一个问题 就像奥特所说的 上帝在我们这个时代被打上了问号 这对一个有过对上帝的经验 而且是长期的信仰经验的西方来说 这种疑问 甚至放弃 它是相当沉重 痛苦 甚至不无惨烈的 那么为什么会发生这样一个问题 这个可以从道德的角度来看 也可以从存在 生存 或者认识论的角度来看 有很多原因 使人会去追问上帝 这个体验 当然我们是因为 我们可以说 这个华夏民族 曾经在商朝以前 被有相当的 对超越的存在 有了那方面的经验 就是说那像甲骨文里面经常出现 地 上帝 但是从周 桑周之际 西周以后 相当的人文化 理性化 甚至说很早就开始 脱离一种 对超越的 或者唯一的 超越存在的 那样一种非常强烈的信仰 走一条比较人文理性的道路 所以我们和西方的纪念是很不一样的 但是 我觉得我们是要试着去体会 去体会 最好是不要有盲点 这个有时候会 甚至是 有时候是 尤其是 这个政治上 文化上 有时候 你要有盲点的话 缺乏这样的体验的话 有时候很难理解 对方的内心 包括 行为 尤其政治家处理 有些问题 有没有 类似的体验 哪怕你不是信徒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不是简单的用一句 这是迷信 或者什么 就可以打发的 其实这个恰恰是有一种 你可能从来没有过的体验 不是你超越了它 而是你还没有进入过它 就很多东西是要比较 比较的前提就是说 你有两种经验 而不是一种经验 那么这个了 刚才我们说了 就是说 我们从这个 影片中也可以看到 小说中 大家 读的话也都可以看到 有一些产生疑问 或者不信 它就很强烈的就是说 跟道德有关 为什么这个世界上这么多 罪恶 为什么好人 还是受苦 恶人反而得意 这是从道德论的角度 会提出疑问 但是又强烈的希望 有一种 永恒的记忆 或者说超越了存在 就是死我们的每一个事情 每一个行为 都不是白白的做了的 任何牺牲都会被铭记 任何恶行也会被记住 这有些体验 我是原来不知道 比如像我们说 梁启超是一个 在中国是近代是一个启蒙大师的人物 但是他在晚年写给他的孩子的信里面 他会非常明确的 就是说 你们要非常谨慎的 做每一件事情 不要掉以轻心 他从佛教的这个观念出发 所有的恶都会有报应 而且丝毫不杀 当然他不是说 有时候不是鸡身报 有时候信这可能是殃鸡子孙 或者是来世报 或者是什么 但是他觉得就是说 这是他的一个信念 因为他跟孩子的私信中 是不会说法的 当然不是说他公开的 他就是说 他会把他 别人觉得不变其耻的话 就是说 你觉得这个好像 你怎么 好像平时那么理性的人 怎么会有这样一些 很强烈的这个 但是他对他的孩子 他会这样说 我们也知道他的孩子 确实近代以来的迷人 应该说 梁启超的儿女是最成功的 那么我们小时候 其实有时候 当我们想到 倒不一定是那个 可能想的不会很多 比如说 你面对死亡 有时候 某一位亲人的过去 或者有时候 你就更普遍的想 突然发现 每一个人都要死的 都是要过去的 这时候会有一个 突然的恐惧 甚至人类都可能要毁灭的 这个时候你会觉得 这个世界当时是怎么回事 怎么来的 我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思想 会有这样的恐惧 这里我念一段 我自己曾经有一次 当然这个不是一次 其实是多次 但是有一次我把它记下来了 非常快的 这是我的一个困惑 大家看看有没有 我很快的读它 看看大家有没有什么感觉 你们有没有类似的感受 这也是我的一个 可能说面对无限 面对时空 面对世界 生死等等 发出的一些疑问 下面就是我当时的那些感受 人不能没有身体 没有感觉而存在 而人有这种存在 人竟然出现 这世界竟然存在 并恰恰是这样的存在 人也恰恰是这样的存在 又很难设想是完全无因的 偶然的 而即便是偶然的存在 荒谬的存在 这世界与人毕竟是存在的 而这一切怎么可能 即使人不再存在 所有生物都逢恶无知 乃至乃至回到一个完全冷静的世界 这问题依然存在 这世界怎么可能 存在如何可能 这一切存在都必须要求 另外有一个更高的存在 一个我们虽然看不到 却不能没有的存在 一个隐身的上帝 否则我们不是要面对一个 无根无垠的世界感到恐惧 而上帝又是如何能够存在 他必须存在 他必须某种形式存在 那无限流逝的时间 与无边无垠的空间的存在 已经是个谜 那超出时空之外的存在 又是怎样一种存在 我们无法想象时间由开始和结束 但两端或许还有多端 或多种性质的时间 无限生长的时间 又是怎么一回事 我们无法想象这空间 直观上是浩瀚的星空 有边有界 但无限的宇宙 又是怎么一回事 我们无法去设想有限 但也无法设想无限 无论是时间还是空间 人及其世界 同时肯定和否定着上帝的存在 人同时孵化和抵抗着上帝的存在 问题在这世界就毕竟存在了 并且有了自我意识 只要这意识一旦存在过 哪怕只是一撒腊 这一根骨的问号 就永远不会消失 即使在人消失之后 也仍然不会消失 无视这个问题 人类的一切努力和梦想 就现在有些可笑了 人间天堂即便实现 也就是一个异血式的游戏 一切的崇高和卑鄙 一切的大悲大喜大痛大乐 都失去了意义 甚至爱情也失去了意义 最美妙的艺术也失去了意义 但也许还是剩下这一点意义 爱和美 或许再加上一点希望 不甘于绝望的希望 所有现存的 或还加上曾经存在过的一些美好 但谁帮我们记忆呢 人在绝望中富含 可是有谁会听到这个声音呢 有什么关于一个绝对的 聆听者的证据吗 复陀 耶稣的神圣形象 是否仍然只是我们的渴望和理想 所创造的 是否他们仍然只是对 人对上帝的一种仿效 现在他们本来也可能会像 许多异端教派的创始人一样 阴墨无闻 然而他们进入尘世的存在 生活思想不就像一个奇迹 一个人本身难以契机的奇迹 如果说上帝本来就是没有的 可是这世界是怎么回事 用荒谬偶然来解释 也许可以解释人的产生 意识的产生 但在人产生之前 还有这世界呢 还有这存在呢 至少我们知道 这存在是存在的 而不存在是怎么一回事 即使人消失了 地球消失了 银河系消失了 河外星系也消失了 以众论寄了 这存在依然存在 一切都虚无化了 虚无也仍然是某种存在 即便说虚无不是存在 存在将归于虚无 可问题在于 在于我已经存在过了 人类及其世界存在过了 而且更重要的是 我已经发问了 虚无又是怎么回事 虽然解释这虚无 解释为何人在思考过 这一巨大无云的存在 和虚无的问题之后 还依然要为 小小的得失而 欢乐或者痛苦 同时一些个人 又会在个人的目标 乃至社会的理想 视线一 以后依然要不满足和渴望 以及在世人艳羡的成功 和幸福中 依然感到某种不幸和缺失 我的存在 以世界的存在 并不是封闭在我的意识里面 我通过语言 文字 美术 音乐 还可以感受到别的存在 感受到还有一些人 同样也曾有过 和我一样的疑问和呼喊 许许多多 这样的人已经不在世上了 他们是不是 现在已经知道了这秘密 而如果他们死后了 知道了这秘密 怎么他们生前 就一点什么也不知道 至少我知道 我生前是什么也不知道 我诞生于无 也要规矩于无 一切的更多的希望 都是傲慢 或者他们仍然不知道 但这并不意味着就 确证了无神论的结论 也许仍然什么也确定不了 在这一切之上 仍然有一个巨大的秘密 所以不仅在生存论上 在道德论上 即便在知识论上 人常常要被自身 逼着寻求上帝 这个上帝其实就是 某种无限永恒 一种超约 就是你想不明白 但是又试图去想明白 他不是这样的思想 不是经常来临 但是呢 确实他 其实你有时候不会去深想 不敢放任自己的思想 不敢去 都想深想 但是呢 这样的时刻总是有的 好在就是说 这个 我们很多很多 会转移我们的思想 转移我们的视线 你有时候有些 你觉得过不来的事情 你后来也不知道怎么就过来了 反正就是说 你照常生活 照常吃饭 照常睡觉 照常学习 照常跟聊天 照常那个 慢慢可能就淡化了 就过去了 但是还不 就是前两天 我还记得一个 在美国留学的 读博士的 一封长信 他就是 他这一年被生和死 他已经二十多岁了 很好的工作 很好的那个 突然陷入一种 深深的恐惧 就是对生命死亡 就是 我相信还是 绝大多数人 会慢慢走出来的 会过去的 我们也必须过去 也不用太担心 但是呢 就是我也曾经 就是说过 曾经有一位母亲 她也说过 她有时候 突然感到 孩子在 在一种发呆 在那个 她什么也说不出来 没有任何具体的东西 具体的事情 可能就是 泄入了这样一种恐惧 关于死亡 关于生命 因为我知道 我小时候曾经 确实有过一段时间 那个时候 我不敢关灯睡觉 一定要看着 家里人都不了解 怎么一定要关灯 好在那个时候 没有自己的房间 那时候会害怕自己 有一个房间 那时候没有自己的房间 大家都是在 几兄妹几姊妹 都是一个大房间睡着 所以还好一点 但是那个时候 确实是非常害怕 孤独 一个人在一起 独处 当然现在是很喜欢独处 就是说 都是有不一样的 你后来 到底也不知道是怎么过来了 就离开了 这一段时间了 就过来了 所以这个也还是靠一种内心吧 内心的力量慢慢的过来 但是一个人 有时候记住这样一种 思考一种情绪 或者一种精神状态之中 我觉得他确实他想过 想过这样的问题 我觉得还是对他来说 甚至对他一生来说 还是不太一样 还是会不一样 好多东西就能够放得下了 不会因为一些茶杯里的风波 就行死密活 觉得活不下去了 反而会觉得能够 不会太在意 不会太在意 那么重大的事情 那么根本的问题 我还没解决呢 这个其他的很多事情 你真的是 你就看起来就像是茶杯里的风波 所以当然这些小事也要注意 你做一件事情 全力专心致志 甚至细节决定成败 但是你也能够跳得出来 能够洒脱 能够超越 能够超越 这就是我曾经考的 做一个关于 这就是你的 这就是我的